甜蜜的任務 本期看點 天王嫂昆琳 空降甜蜜的任務 其他導演好像對我說 女生嘛 就會覺得 別跑累了 不要急著 休息一下 她可不是 再跑 再一個 再來一個 再跑 我說好累啊 他說 甜蜜的任務 各位小夥伴們大家好 我是小琪 那我呢 這一期不能算是主持人了 而是一個 業餘魔術愛好者兼主持人 不過要說到在娛樂圈當中 最著名的 業餘魔術愛好者 現在也算專業了 肯定就是我們的 杰倫哥 那這一次的嘉賓呢 我們要通過 魔術和魔法的方式 把嘉賓變到這裡 那接下來 這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讓我們有請到的是誰呢 就是你怎麼那麼好看 當中的美好體驗官 昆琳 歡迎昆琳 嗨 芒果TV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昆琳 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呢 我要通過魔法把它變出來 所以這句話說出來有點羞恥 那我感覺有點害羞 但是呢 還是很認真地在做準備 好好好 來請看一下裡面 沒有任何東西 沒有任何東西 對不對 對 然後呢今天要聊哪些話題呢 從天上 天上 空氣裡面 接接上海的靈氣 然後你再吹一口氣 好 現在 自己掏出來 我們今天要聊的三個話題 分別是什麼呢 一個是我自己 一個是昆琳 一個是電影 另外一個是你怎麼這麼好看 是的都和你很相關 嗯 這個魔術 在表演前表演起來 不會感覺很濁劣啊 還不錯啊 我練了多久 這個比我練很久 首先來聊 你怎麼這麼好看 你覺得你自己更擅長 改造它們哪方面 比如說 你看她說我衣服啊 也活活 美妝呢 新姐 家居呢 黃極 對 然後呢天天吃美食 對 那你會去改造的是 我比較是屬於去跟素人聊天 找出問題 然後再回到 我們無人小組好看團裡面 去分析說啊 它其實是什麼 什麼什麼的問題 然後 它其實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最終會把它一個心裡的 小遺憾給完成 我是負責這個部分的 但你自己本身也是設計師 其實在衣服方面會有 也會有這樣自己的一些看法 也會在節目當中和他們去分享 會 但是因為我還是有大師在我前面 活活 所以我還是覺得 大師有些建議還是挺不錯的 我就會把這塊交給他 然後當然如果 素人想我陪他逛逛街啊 那些我就還是可以陪著他 就是比較是屬於陪伴的一個角色 明白 好那接下來說一說 唱歌 因為很多粉絲 小心 小心 哇這個話題居然引起了這麼大的震動 真的 上海在這個地區 這個房間裡面有點震感 真的 因為這次 有震感 震感很明顯 而且就集中在那個座椅 對 座力難安啊現在 來因為這次你有演唱 這個好看的主題曲 對 是不是 我是扮當rap的部分 對 那今天這樣 我還是要問一句啊 就是 這首歌你覺得哪裡最難 你們站在專業歌手的角度 哪裡最難 難啊 我怎麼站在專業歌手的角度 我不是專業歌手 我覺得我的部分還挺簡單 像念一樣 但是唱歌的時候還是會有壓力對不對 會啊 會 你有沒有跟哲倫哥他們會爭詢一下身邊或是專業歌手的意見 不會 我自己就知道了 自己進棚 自己憑感覺來找 對 我特別明白 我自己第一次進東京棚的時候 然後我緊張的手在出汗 對啊 我也是 我盡量能不進我就不進 對 唱歌感覺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對啊 很有壓力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談下一個話題 嗯 很多網友很羡慕你的髮量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微博上 90後 髮量是一個最大的養生問題 真的呀 這段時間雙十一過去 你知道90後買護髮產品的圖 是有很多很多人 所以說講講自己在這方面 有哪些可以傳授的技巧 或自己生活當中怎麼注意 我覺得要自己選擇 自己適合的洗髮精 然後出門在外都一定要戴著 嗯 和生活有關的小問題就是 關於做菜和收納 你會有什麼自己的心得嗎 我是想要 就是堆積到一定程度 覺得看了很煩 我才會有那個動力去收納 就一定要到那個量 就感覺 對 不行了 不能再這樣子偷懶了 然後吃飯的話 是因為每天都要吃嘛 然後加上有孩子之後 就想要做得比較健康 少有少鹽 所以對於吃飯的這邊 會比較有心得一點 來 三道拿手菜 最近學的是公仔麵 然後科仔麵線 是的 就是會給客人的 然後給Jade的話 我會給他牛肉麵 然後給孩子 我會給他南瓜粥 我以為是南瓜麵 不是 不是 都是麵 沒有 南瓜粥因為我覺得 營養成本很高 而且它又甜甜的 孩子比較吃得下 對 而且好吸收 對 那接下來我們聊第三個詞 電影 嗯 先說天火 嗯 你自己參演的角色 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他挺瀟灑 嗯 還挺挺專業 還挺有 憧憬的 明白 然後很有保護慾我感覺 之後 最想挑戰什麼類型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我還蠻幸運 我以前一直都想當女搭單 因為我的偶像是make it cute 就覺得他當你家的好酷啊 然後這幾次片對 剛好都演到跟這有一點相關 覺得還挺幸運的 可能會想到他30歲以前演 偵探啊 或是演學生 就是比較那種動腦的角色 喂 明星大偵探嗎 這邊幫你送一個人過去 對 我們這邊有個偵探要練習一下下 對 就我還蠻想演那種邏輯電影的 就是會unpredictable的電影 推理啊或者是 對 就是因為有時候你看電影 好像就知道結局 我想要讓觀眾 不知道結局的那種結局 你現在思維已經逐漸 開始往導演的想法去想了 對 我就想要演那種 大家沒有辦法預期的 只要看完電影之後 他才能知道結局的那種 我是恍然大悟的那個感覺 對 對 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你剛剛說了很帥的類型的話 那第二部電影 赤炸風雲 好像就是一個很帥的賽車類型的 對 現在放出的物料不是特別多 但我看到的已經很帥的和賽車有關的 能介紹一下是個什麼樣的電影 他是一個女性賽車手 他這個角色就在講說 為什麼要是女賽車手 我就是賽車手 然後他一直在這個角色裡面去爭取說 女生跟男生是平等的 是一樣的 你別瞧不起我們女生 我們女生一定可以的 你自己有上陣賽車 有啊 那請問自己的車技如何 是以車技 我覺得因為這部電影變好 但我覺得好像變得比較衝 就是感覺油門要踩到底 然後才做爽的 就是平時開車也會像在賽道上一樣 對 就是賽道賽完之後 開正常的房車車去 好慢啊 怎麼那麼輕啊 什麼的 不愧 對 請問赤炸風雲裡那個 你的角色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莉莉 莉莉 請問莉莉和同源拓海的車技 是會更好一些 請假你感覺 我感覺啊 我感覺啊 我感覺莉莉有受過專業訓練 好的 請你待會開快一點 我還有事情感覺要去做 明白 其他多餘不用太說來做 畢竟我們是專業車手 對 因為這部電影當中 和好朋友也是有同荒 並且這次結論歌也是監製 作為這個工作當中和他的接觸 會覺得有哪些不同嗎 他確實會轉到一個另外一個模式 變專業的模式 然後 我覺得 其他導演好像對我說 女生嘛 就會說 別跑累了 跑幾次 休息一下 他可不是 再跑 再一個 再來一個 再跑 再來一個 再一個 剛剛說好累啊 他說 剛剛沒拍到 我說好 就繼續跑 也不敢含空 有時候在片場的話 我們還是要聽監製的那種 是不是 那你覺得就是 這種狀態 會不會讓你覺得 和平時生活裡面 突然感覺又發現不一樣的地方 會 會有光光的時刻 因為尤其他看監製那種專注的臉 就覺得 哇 帥 哇 帥 看有點期待這種 你們 你們劇會不會像現在大家其他的劇一樣 會有什麼片場花劇之類到處嗎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被監製拿掉 那今天現場呢 給你一個小小的任務 或者小問題 就是給你短暫的幾分鐘的時間 對 然後我們現場來改變一位人 你確定我可以嗎 我不太確定了 然後呢 反正不是改變我 對 少女大變身 遊戲規則 昆琳現場點評實習導演的造型 點評完後 實習導演將去後台改造 改造期間 昆琳同時進行快問快答 經過美好提案官昆琳的指導 女導演能否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改造成功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來 有請這位被改造的同學出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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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黃其實是我們導演組的實習生 她真的是實習生 年齡很小 但是呢 實習生的意思就是她馬上要步入職場了 因為你看她現在裝扮還很學生 就是很年輕 大學經驗 對 但是去到職場的時候 其實你要整個人的裝束或氣質 包括造型啊 對 都要改變一下 所以你覺得 她需要從哪戲方面做出改變 其實我覺得她以素顏來說 她眉毛很好看 毛量也多 對 然後我覺得擦口紅吧 你臉色有點蒼白 那我們先把衣服拿上來 然後你就一起來搭配著好不好 好 好 你看一下她 給她搭配哪一個 比如說 剛剛上班 上班第一天報到 第一天呢 其實我個人會挑比較素色一點 然後特別有點小毛 看你喜不喜歡穿短裙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很乾淨很舒服 而且很簡單 對啊 或是這樣 純色 如果你不喜歡穿短裙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搭配 看你喜歡穿短裙還是長裙 好 我個人會喜歡這樣多一點 那這三件一會兒你拿過去 然後你看看你要是覺得不怕冷呢 你就穿短裙 對 如果怕冷就穿長裙好不好 好 謝謝 然後瀏海吧 我自己也剪了一個呢 瀏海 很好看 謝謝 所以我覺得很好看 這是很小女色的話題兩位 不是我的跟你比起來 我對就很低啊 你看 不會啊 不是的都是你的髮量 好像沒有那麼多 僅此而已 那你覺得瀏海是有安全感嗎 還是 我會覺得額頭有點凸 我可以看一下嗎 你可以 因為以前老人都說 天庭飽滿地的方圓 說的就是這個 這樣綁馬尾露額頭多好看 綁馬尾就發現他臉大 我以前有這樣的迷思 但其實你知道有時候遮起來 你這邊會有無限幻想 你知道嗎 這樣遮起來之後 你會覺得他到底臉到底有多寬 在裡面到底藏了多少 但你露出來之後 別人就知道 那條線就在那 我好像剪他的瀏海 我覺得好像扎眼睛 自己動手嗎 我掏出我的剪刀來 那我們就先改變一下馬尾的造型 好 因為我覺得的確在職場 其實馬尾會精神幹練一些 對 眉毛很好看 然後唇彩要加一下 我覺得眼影也可以加一點 對 有沒有什麼色系推薦 大地色系吧 就是比較 而且我不要珠光 千萬不要珠光 雅光 對 你們倆還挺能聊一塊去 接馬尖的好自然 對 然後我這邊用眼影勾勒一些 你知道五官線條 好 那我們一會兒看你改變的結果 好不好 好 辛苦小黃一會兒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玩一個小小的遊戲 這個遊戲其實很簡單 但是主要是為了你的粉絲來謀取福利 只要你能夠達成某些條件 就能為粉絲謀取芒果TV的牛奶盒子 通過這個也能夠看到芒果TV的很多好看的節目 這個遊戲叫做惡犬來了 然後我們麻煩把哈士奇從那邊牽過來 謝謝 沒有 沒有 這個 快問快答遊戲規則 現場準備了小新惡犬遊戲 昆琳需要一邊夾起惡犬盤子裡的骨頭 一邊進行快問快答 動作過大會被惡犬咬唷 在所有問題問完時 昆琳被惡犬咬的次數少於三次 則睽違粉絲贏得芒果TV牛奶盒子 那是我一次你一次還是我 不不不沒有我的事情 我只是一個我是觀眾 骨頭都是我的 看你能不能拿走 放心第一個還好 就是一個一個拿的時候其實還好一些 他這個睡覺真好擾人 這個聲音我覺得還是有點嚇人 對 我前面自己試完了一下 發現好像他手藝還不錯 下手很輕 這個時候開始問問題了 到後面關鍵時刻了 開始分神了 請問 不工作的時候最愛塗的口紅顏色是什麼 什麼 護膚膏吧 好 眼影哪個顏色用的最多 大地色系 最愛喝的奶茶口味是什麼 珍珠奶茶 最近哪首歌循環播放最多 怎麼開始往外播了 Michael Michael Goudelay的那個 Christmas songs 是否會刻意控制體重 會 三個詞形容自己的素顏 還剩一些 三個詞形容自己的素顏是什麼 三個詞形容自己 氣色好 然後 耶 耶 等一下 還有還有第二個 呃 自己的素顏 對 很少女 很清純 微信置頂好友是誰 置頂好 我不知道怎麼要置頂 好 啊 好 啊 哈哈 哎我 我也我也要投入了 不好意思 我問你們 好 繼續問了 呃 說出三種你最喜歡的食物 三種最喜歡的食物 自己最喜歡吃的 呃 漢堡薯條 然後 奶茶 可以嗎 算食物嗎 好 評價一下你怎麼這麼好看的其他嘉賓 呃 其他人呢 哎 你選贏了 嘿 沒完沒完 好 我覺得 嗯 我覺得活活很很貼心 嗯 然後時尚敏感度非常高 是 對 星姐 我覺得她很很照顧人 其實私底下很照顧人 是的 然後甜甜姐 甜甜姐就是 搞笑擔當嘛 她在的話 就是感覺都挺熱鬧的 然後食物又好吃 然後 我會學她的一些擺排 就食物也要挺有趣味的孩子才會更有 就好看 對 才會有那種食慾嘛 嗯 然後黃吉呢 黃吉我就覺得她設計起來超專業 我其實想要錄完這張節目就請她來我家 所以哪裡有沒有需要改造一下 所以錄這張節目對自己生活也會有改變 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還有幾個小小的問題 也比如說雙十一雙十二你是購物狂嗎 我其實都在十一之前買完 因為我就怕卡在那邊太久 然後十一的時候買東西要過一個月才來 所以我就覺得好先買先買 明白 好那愛上打籃球的契機是什麼 愛上打籃球 其實我最最開始接觸籃球是因為我弟 我弟很喜歡打籃球 然後我弟跟我爸就會打籃球 然後偶爾就會加入 覺得不然很離開 然後後來是因為愛人打球 所以也跟著一球一起打 你跟球真的很有緣 就是身邊 對 生命中重要的人都喜歡打籃球 對 一直知道你是庫里的粉絲 我們兩位有做採訪 對 你不是第一次見他了 但每次見他的心情怎麼樣 第一次見到他 那我可以深刻地理解 speechless 這句話 嗯 完全 就是明明對他那麼了解 我看到他我一句話講不出來 然後瞬間我覺得我英文也不會了 我就 哦 就是你知道語色 你知道完全卡住 然後 我就覺得哇天哪 第一次見到他 我就這麼表現得那麼 你知道 不專業 就是你知道我就覺得 哎呀下次這樣 不像一個專業的粉絲嗎 對 對我下次一定要就是可以勇敢對他說出我對他的了解啊什麼的 然後第二次見面就是因為錄那個在車上 節目對不對 然後就比較侃侃而談啊 我當然很詫異 你們兩個在車上 特別像一個訪談節目 兩個人聊的可多 對啊 我也覺得我們就覺得 而且沒想到他問了很多問題 是 我當時很詫異 你知道嗎 就感覺是 庫里去給你做了一堂 哈哈哈 現在球技怎麼樣嗎 我覺得我現在練上籃 嗯 因為昨天錄了一檔 我決定要 一對一 我才發現天哪 我不太會進攻 因為以前 男生就幫我們進攻 我們只要投球定點 投就好了 所以我決定 這一次回去要好好練一下我的進攻 哦 這次要專門來競修一下 對 因為我之前看你投籃還蠻好的 真的定點 但的確是定點 對啊定點 我只會定點投 所以我現在想要學切入跟你知道 吃片一下 辛苦 杰倫哥要好好的 之前的時候他打竹谷打得非常好 我看到了 每次你在旁邊 定點的時候他把人吸引過去 對 把球傳給你 對 你知道勇士隊很有名 就是擋人嗎 讓你有空擋可以投球 所以男生跟我們打會 會幫我們做出這個卡位的部分 對 這個喜歡籃球的女生都可以認真學習一下 對 好的 剛剛我們成功完成了這個任務 也是為我們的粉絲 贏得了我們芒果TV的牛奶盒子 送給我們的粉絲朋友 接下來 我們在最後結束的之前 要看一下剛剛那位小朋友 改造 好耶 好 對 在短短幾分鐘之內 究竟小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來 來 準備 3 2 1 好 有很大改變嗎 我自己看 我覺得 我覺得蠻大改變的 是的 真的 大概大的有30歲左右吧 而且裙子比我想像中的短 但我覺得還挺有氣質的 就整個人 我覺得還挺好的 這一身真的感覺很直場 就是 一瞬間離開了學校 對 對 好像 這樣傳很 有點不習慣 可能是還沒有入職場 就是剛入職場 對 但是就很體面 就是你知道 我覺得比較像是 面試工作的時候 傳這樣 我們就可以跟大家說 在收看我們節目的小女生們 可以 一個小小的建議 就是可以 按照這樣的方式來改變一下自己 而且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說的 不要怕改變自己 對 這樣我們一起合格演好不好 好 來 就算給你入職打卡了 好的 謝謝 謝謝小黃 最後我們可以給我們粉絲朋友 簽幾張簽名照 來 放你玩 好 你來簽我來玩 快問快答 請問上海的氣氛現在是多少多 快問快答 請問你的眼鏡有鏡片嗎 快問快答 請問你怎麼這麼好看當中 錄製當中有什麼好玩的事情發生嗎 對 還挺多的 而且我覺得我們好像好看團的每個人的累點都特別低 每次都哭了 好 每集基本上都有人哭 那我站在觀眾角度問一句 就觀眾看會那種 不是那種 我覺得如果剛好觸碰到自己內心的話會 我是那種累點 你是獨居人嗎 是的 那有一集就是講獨居 好的 等你可能會觸碰到 不主要我就是那種累點低的 就是 我很容易那種 那你應該會 哭的 我每個人都累也特別低 麻煩報銷一下幾斤的錢 謝謝 好 綜藝節目周邊 近在芒果好 我同事在這裡也要特別感謝芒果TV牛奶盒子 對於我們節目的支持 各位如果想獲得昆林為大家爭取到的福利 就抓緊時間掃描我們屏幕上方的二維碼 來參與我們節目的答案互動 增加昆林的甜蜜值 就有機會獲得這些所有的禮物了 抓緊時間和我們來互動起來 甜蜜的任務成功 也希望各位多多看我們的 你怎麼這麼好看 能現場比如說幾個你最常用的健身動作 健身動作有好多 雞長就不要了 雞長的狗羊吃不動 就這個 這個真的其實挺累的 對 我覺得最厲害 最能練肌耐力就是邊跑步 邊唱歌 這樣我歌聲不好 但是邊唱歌真的很累 然後唱歌其實確實有點鍛鍊肌 請問這種方法是誰教你的 我知道這個真的非常考驗肺活量 對 因為這個時候你才會因為你唱歌 然後又開始跑步 其實肌耐力真的是會更鍛鍊的 好 今天這樣我就問一下 跑步的時候最常唱的歌是什麼 最常唱的歌啊 我覺得一定要唱一些比較 高音 雕高音 不是比較重節拍的 你知道嗎 好像party song 因為你最怕才有那種 就是rhythm 嚇死我以為要 極致挑驗肺活量 沒有 沒有 啊 呀 哥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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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若芸神秘作画回馈粉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你平常会喜欢吃什么味的 就是把它就是用酱油 料酒和姜 就是稍微腌一下 然后切几道 然后散了胡椒 然后放进烤箱 然后就自己爆开 自拉的那种烤是吧 更多精彩 12月23号周一上午10点 甜蜜的任务敬请期待 拜拜 谢谢大家